不会讲话不是口才不好 是你思想不够的心 敌情商不会说话 真的是一种灾难 这是马云教育下属 在公众面前最为愤怒的一次 再一次为我们展示了 敌情商带来的严重后果 朱军学习时间到 首先我们一起欣赏下 马老板对下属的提问 这块巨大的屏幕是不是没控制成本啊 如果就为这次理事会的话 这个成本是怎么个预算法的 此时请注意 领导的提问场合 这可是马云公益基金会的现场录制 无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 现场都是公众人士和媒体记者 在这种场合下 可谓是对说话艺术的极大考验 面对马老板突如其来的提问 下属的回答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 然而这位女同志 却给我们呈现了一段典型的反面教材 我要说一下 你会看到这两天我们所有活动 都在这两个厅里移来移去 就是因为这是大屏 可以做个PPT铺上去就好了 然后这几个场地都是来回复用的 所以我们已经尽最大可能来 来省了 这里有个细节 女同志回答完毕后 竟然流露出尴尬的笑容 请不要忘记 这可是公众场合 慈善基金会之所以要搞这么大动静宣传 其实是要宣传企业文化 给公众树立良好形象 因此讲话必须要站在公益的角度 回答马老板的问题 怎料这位女同志过于实在 用省钱为理由进行解释 如果放在平常的内部会议 这样回答没有问题 然而在这样的公开场合 却显得不合时宜 尽管马老板脸上带着笑容 但是通过说话语气 不难发现还是生气了 秘书长的回答 会让众人感觉阿里比较苛刻 说白了就是认为马老板比较小气 从字面上理解这话没有错 但是让人听起来特别不舒服 因此马老板作为领导 自然需要敲打一番 该重点讲的 没重点讲 所以我自己的做公益很重要的是 唤醒意识 那就是自己表达的能力很重要 最终马老板还是生气了 言语间充满了憨沙摄影 因为秘书长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说话 并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 敌情商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公众场合发言 不仅要考虑领导的权威 还要考虑公司的形象 然而秘书长的回复 并不是马老板关心的点 他是想通过这个反面教材 需要对外彰显阿里对客户的态度 以及对公益事业的认真 因此马老板开始了批评教育 工资是做的非常多 我觉得过去秘书厨我们只有18个人 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没有经验 活是干了很多 但是要把事情得讲得到位 讲得不到位 这个不会讲话 不是口才不好 是你思想不够的心理 众目睽睽之下 马老板直言下属不会说话 从侧面也轰托出 对这次慈善基金会的举办效果很不满意 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 同样作为有责任心的领导 蔡重庆及时站得出来 他的一言一行 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高情商语言艺术 大总我说一下关于这个投屏 我阿里CFO当了十几年 最常问的一句话 不是说你省了多少钱 而是这个钱够不够花 是不是应该花 在这个屏幕上 我觉得这个屏幕应该去投资的 去花钱的 为什么 今天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开的这个场面 那么来参加的这个嘉宾 可能也都是抱着有一些学习的这个心态 如果这个平台小的话 PPT看不清楚 大家就学不到东西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同样是应对领导的发难 两位的情商可谓是天壤之别 蔡重庆作为公司的CFO 不仅展现出了高超的语言艺术 还巧妙地维护了公司形象 当他面对马老板提出的质疑时 并没有纠结屏幕经费的问题 而是把焦点转移到了客户身上 一切站在客户的角度出发 这才是马老板想要的答案 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客户 都是为了公益 此时在回味下秘书长的回答 只是一味地给出解释 不仅给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 还博了领导的面子 关于马老板这个问题 只要从正面回应 都会得罪领导 蔡重庆当然明白这一点 因此选择巧妙的转移话题 不仅化解了尴尬 还照顾到了领导和嘉宾的面子 这就是高情商和低情商之间的差距 同意批准 原本有些尴尬的活动现场 凭借蔡重庆的高情商语言艺术成功就场 展现了出色的应变能力 难怪马老板曾公开表示 蔡重庆时他见过最好的CFO 这些商业大佬身上 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的高情商 以及人情世故的熟练运用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场合 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完全掌控全场节奏 这是一场互联网大佬之间的高情商巅峰之作 也是让马云感到束手无策的实际豪赌 在某年的经纪人物颁奖盛典 董明珠因不满雷军对格力的看法 直接开始霸气回怼 二人唇枪舌尖之下 竟然当场立下高达十亿的赌约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如我们手机抓在手上 我用半年就坏了 那是你的问题 你拿的时候到处你可能扔了 你摔了 所以你自己负责 用坏的你说你拿来修 我赚你维修费 格力是六年免费服务呢 你敢做六年免费服务吗 真是赤裸裸的嘲访 直言雷布斯是骗子 字里行间充满了攻击性 你之前只不过是个卖数据限的 现在却卖上了手机 在这装什么乔布斯 简直在骗别人的维修费 此言一出 雷军当然坐不住了 立刻就开始了强有力的反击 如果我做小米空调 我保证七年免费服务 雷军巧妙地避开了手机话题 直接攻击董明珠的主力品牌 可谓是一针见血 你既然六年免费 那我就七年 雷军开始宣战 但是董明珠怎能轻易示弱 一招直击问题根源 犹如杀人猪心一般 你啊 如果这小米空来像你这种 只抓银枪 没人买你的空调 董明珠这短短几句话 言辞犀利 直击重点 你要是卖空调 完全是靠你吹出来的 你就是一个花瓶 好看并不实用 事情发展于此 雷军节节败退 此时如果他回答的好 自然是历烂狂烂找回面子 如果回答的不好 就会被对方踩死 雷军这一句反驳 强调了两个最好 但是经过仔细思考 你就会感觉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全场几乎被董明珠牵着鼻子走 俗话说的好 打蛇打七寸 很显然董明珠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最好的工厂也是别人的 不是你的 我们是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霸气回怼 丝毫不给面子 直击问题根源 你就是一个皮包公司 什么事情都得靠别人 最后还不忘给格力来一波宣传 不愧是格力铁娘子 面对董明珠如此犀利的攻击 雷军的反驳显得格外苍白 雷军只能通过插科打混 化解尴尬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很显然已经落了下风 现场的局面愈发愈烈 主持人见情况不妙 集中升至将话筒递给了一旁的马云 马老板接下来的发言 堪称调节纷争的教科书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这个没有传统的制造业 没有什么传统企业和非传统企业 只有传统的思想 马云并没有劝阻二人 而是谈了自己对制造业的理解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 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劝架 如果偏袒任何一方 都有可能加剧对方的情绪 结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他选择话锋一转 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冲突 而且数字经济也好 虚拟经济也好 没有实体经济的强大的支撑 是没法走出来 所有的数字都是因为有实体 能够把传统企业注入新的东西 让传统企业有互联网的思想 这样的话合作起来 因为他们两个是纯粹斗嘴 我个人觉得 新经济就是虚实的结合 只有虚和实的完美结合 才成为新经济 否则那就是一个垃圾经济 我肯定会倒下来 这就是顶级的原厂 不愧是马爸爸 高情商语言艺术发挥的淋漓尽致 巧妙地将争执的话题 转移到了二人应该如何合作 同时也是在提醒董明珠和雷军 你们差不多就得了 说到底还是合作关系 大家都是一家人 随后又说他们在斗嘴 将打赌的事情一带而过 二人也是见好就收 很快就停止了纷争 原本已经预定了第二天的头版头条 就这样被马云几句话轻松化解 因此说话不仅是一种技巧 更是高情商的一种体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